咱们来看这个 找他们个研究生得多少钱呢 不要钱 不要钱 瞎说 不要钱上哪儿找去 那还用找 自己家人 小丽的亲戚呀 她呀 他们家属她我往成都最高 初中还没毕业呢 说正事呢 爸 那是您未来的村媳妇 忠诚对象 那忠诚这小子她咋没输我呢 这小子 给她挂电话 叫她晚上回来 好 那个小 小 小什么 那个蓝 蓝 蓝 你过来 爷爷 买两个酱丫头 晚上我要喝两粥 爷爷 拿钱呢 你先垫上 然后我给你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我给你 这 正好五十 爱 快去 快去 Sung Sh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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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漂亮姑娘是谁呀 嘘 小点声 没看孩子正学习呢嘛 拼得家教啊 那还用拼吗 忠诚的对象 研究生 知道吗 有声啊 是Sung Shine Sung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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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您可真不简单的 孙子给您娶了个研究生 闺女 给您带来一个 非洲女婿 您真有福气啊 来 靠近点 说 干嘛 你靠近点 我不 靠近点 我就不 我不 我就不 好 好 喂 二叔 什么 谁让他去的 二叔 你这是 我不回家 你跟我爷爷说 我 我忙着呢 好 阿姨 爸 我先走了 让你爸送送你吧 我去送你 不用 不用 我这也没什么东西 送来送去的 别扭 那您路上小心啊 小杰啊 到那儿别忘了打电话 走了啊 小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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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我知道你家怪我 能说什么呢 彭杰这一走 扶在心里空落落 她确实有些怪孙月荣 毕竟女儿的走 和她有直接的关系 她又有些怪自己 天底下那么多女人 自己干嘛偏偏喜欢上 师父的老婆 怪来怪去 她又开始怪忠诚和彭杰 漂亮姑娘帅小伙多的是 怎么偏偏这俩孩子 对上眼了 好 来 高兴点啊 是你钓鱼啊还是鱼钓你啊 知道了三叔 走了啊 慢点走啊 好 好嘞 四儿 今儿就甭来接了 好 走吧 静静点啊 啊 二叔 啊 那咱俩怎么回去 哎 瞅见没 啊 啊 二叔你 不来了 瞅瞅瞅瞅瞅 多漂亮啊 我称天的你呢 喂 梦想姑姑 我记得呀 可是我现在要出门了呀 好 仲长 咱们老规矩 一个小时以后见 谁钓得多谁赢 你们俩钓啊 我得找一个有鱼园的地方试试啊 来 把桶给我 你们慢慢钓啊 好好钓 你 人尤其是 根团 心里 危惯 很 爹 这 梁 Essentially 我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能选择离开 钟成 那天我妈那样对你 对不起了 没事 都是过去的事 钟成 你教教我呗 这个怎么扔啊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你得 你得先从甩杆开始 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地方 而且还是个不错的地方 而且 我想我很快就能适应她 我一直在认真地听你说 我发现你长大了 不再像以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了 变得很理性 可是 我不知道这样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是好是坏 小姐 你发现了没有 你说了这么多 却始终没有提到你和钟成的感情 感情 感情除了让人难过 还能干嘛 说起来 说起来 你也得叫我一声姑姑了 我就直话直说了 我觉得你在逃避 因为你的内心很自卑 你的很多想法 都是源于你潜意识里的自卑 小姐 我觉得 你并不比别的女孩子差 你真的很优秀 我说这些 并不是想干涉你什么 我希望你 不要看似理性 却很率性地处理这件事情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 我还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改变决定 谢谢姑姑 我得先走了 拜拜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无事 我得先走了 待会儿跟我二叔说一声啊 那我送你吧 不用 谢谢 哎 瑶瑶 中车呢 二叔 嗯 她刚刚接到公司电话 说有急事要办 先走了 哦 哎 瑶瑶 来来来 看我钓的鱼 阿塞 太好玩了 我怎么就钓不着呢 哎呦 瑶瑶 这钓鱼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啊 哎呀 这钓鱼可是个大学官哪 啊 啊 这要钓鱼 你得先了解鱼啊 还要考察这 这环境啊 季节啊 这风向啊 这这这都得要考虑 啊 还有 不同的鱼 你得下不同的诱饵 哎 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要有耐心 嗯 哎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啊 这这这就和你们谈恋爱一样 要有耐心 有耐心 哎呀 哎呀 瑶瑶 按说 你和忠诚的事 我这当叔子不该掺和 啊 可是我他心眼里觉得你们俩合适啊 希望你们好 忠诚他妈 和福子一结婚 那你俩更合适了 要不我干嘛费这么多口识 来撮合你们呢 是吧 小杰和忠诚 这都成兄妹俩的 还能怎么着啊 今天你也看见了 我是真希望你们俩好 你是个聪明姑娘 我这番好意你肯定能明白 我就担心忠诚这小子之前 我管多了 二叔 我心里其实特感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嗨 要是真成了 咱就是一家人了 那还谢什么呀 不瞒你说 我这还有私心呢 我不想让我亲侄子 错过你这个好姑娘 真的 二叔 你真好 谢谢你 不谢不谢 瑶瑶 你要谢的话这样 你就帮我把小雪的功课补好 将来她要是上了一好学校 二叔还得谢谢你呢 嗯 二叔你放心吧我会的 行 那我先谢谢你了 谢谢二叔 咱俩这相互谢起来了 咱呢 那天你二叔跟你买酱丫头的事 你还记得不 记得呀 花了多少钱还知道不 好像是四十六块吧 对就是四十六 我跟你说呀 你爷吧 爷爷特别爱吃酱丫头 嗯 一会他回来你再问问他还吃不 嗯 嗯 好 他要再吃的话吧 嗯 他又还想吃吧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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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 还想吃鸡丫头不 怎么着 您要想吃我就买去 那你看什么案呗 爷爷 那个上次是二叔给的钱 这次是您给呢 还是我再管二叔要 上次你二叔买酱丫头花多少钱呢 四十六块 你把你二婶叫来 哎 爸 你叫我呀 上次买健安药头上二瓶花的钱 四十六 这不多不少 正四十六 你拿着吧 哎呀爸你看你 你说儿子给你买点吃的 还算这么清楚干啥 不要不要 哎呀你们又没个尽性 孩子上学又需要钱 拿着吧 真不要我爸呀 拿着吧 看这 爷爷 那您还吃不 你自个儿吃吧 咋子不先吃呢 哎呀蓝呢 爷爷不吃就以后再说 走吧 要不然就搬回来住吧 阿姨也没外人都是一家人 是啊 这公司乱糟糟的 住那儿也休息不好 不麻烦了 我决定了还是回公司去住了 你麻烦什么呀 都自己家 谢谢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爸 你吃了饭才走吧 不用了 你们吃吧 妈妈这里结婚哪 孩子可怜哪 哎呀孩子可怜是小事 孙月如一结婚 你挺受刺激的吧 我受什么刺激 还不承认 你看我该坐都坐不住了 我怎么就坐不住了 你这 你不但坐不住了 你还坐立不安 我又有什么坐立不安的 什么那天啊 你心里怎么想我还不知道啊 别想了 咱吃饭去吧 不是 不想吃 你看这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孙月荣再婚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你得该吃吃该喝喝啊 我说你 我说你没事吧 你没听那句老话 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是因为你回头的时候草已经没了 被别的马吃了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 姐 你有啥事啊 你说这老孟头这两天是咋的了 咋的了 冷得跟那冰茶子似的 让人瞅得都慎得忘了 那是咋的了 哎 何花啊 老孟给你交那个押金钱 你还了没有啊 别再因为是这个事啊 能吗 他 他就这么口门 他要我搅着 他给我使了钱 我们俩这关系不更亲近了吗 要我看哪 你把钱还了 你们俩关系才能更亲近 那为啥呀 你说呢 拜佳呀 拜佳呀 你知道这茄子瓶为啥是紫色的吗 不知道啊 太阳的营丫头在里边呢 你把茄子皮都给扔了 那不把营丫头给扔了吗 咋啥也不知道呢 爷爷 你不是想茄子皮咬不动吗 我说那是老茄子皮 这茄子老吗 这茄子多烂潮啊 你就给学 那不把营丫头整没了吗 败家鬼 将来找了婆家也不会过日的 小兰 怎么了小兰 啊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人 按不看了 行了小兰 别跟她一般见识 老人嘛 就跟小孩似的 小孩不就是一天到晚 调皮淘气吗 行了 行了 别这样别了啊 二叔 他就是故意刁难俺 二叔 你把工钱给俺发了 俺不干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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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知道你受委屈了 这样 二叔每个月 再给你加五十块钱 受委屈补助费 怎么样 行了 好 这老小孩儿咋就这么淘气 我们是 东龙的地 来到深山 要消灭烦动牌 改地 幻天 和欢乐见 等我呀 几十年 和欢乐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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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见 那得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老孟 老孟 闺女说了 先还你一千块钱 是 以后有了 一准还你啊 不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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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快点一 二平 哎 哎呦 又看上什么心想玩意了 这不吧 杆子看上几个小把家 你够忙的 我给你打了两次电话 你都不接 你瞎忙什么呢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哪样我不得掏心呢 再说了 凡是杆子看上眼的东西 从来没对过 看不看就那么回事 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以后就不用请你长眼了 凡是我没看上眼的 拿就对了 啊 对了 那个 请领导的事 走 咱换个地儿说 哎哎哎哎 先去那边 帮我看看那几个小把家啊 先说正事 你那东西 回头再说 顺带脚的事嘛 哎 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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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唱一首歌啊 心有联系 我那股票 今天挣了两千多呢 哎呀 太厉害了老婆 你太厉害了你 你得看你老公啊 你看看你老公 六千 哎呀 真减钱了 哎呀 哪来的 我今天啊 跟皮球杆子一块出手了一个桃罐 一下就这瘦 就那俩活宝啊 他不是上次 倒在月亮上的土地骗人 让他给抓起来了吗 我告诉你个二瓶啊 离他俩远点 别让给骗喽 没事 那是哪年的事了 现在人都改邪归账了 我就说现在他们俩 倒腾古董都发了 妈呀孟二平 那犯法呀 不是 他们就是产地皮的游击队 能犯什么法呀 游击队 傻 我跟你说 他们不是那种 他们是那个倒腾点 就是 反正不犯法 你放心好了 我跟你说了说我明白 你你你少问了 小李 那个 他们想约我一块干 我 我是这么想的 将来小雪就在这儿上学了 要不咱就不回去了 将来你呀每天就去炒股 我就跟他们一块做生意 怎么样 咱不回县城了呗 怎么样 就在这城里呀 怎么样啊 孟二平 太好了 孟二平 我就知道我能跟你享福 将来还要享大福呢 大大馆子 那好 那我那我满 满手金溜子 满手满脚全是金溜子 妈太好了 妈 瞅瞅 我孟老二干嘛的 那是做大事的 你看小三什么一天到晚 折腾来折腾去累得贼死 挣得拿小钱 他那都小打小闹 那可不是 瑶瑶来了 这是给你的 来 我跟你说 你可得好好跟他套得近伙啊 咱们小学转学还得指着他呢 爷爷 瑶瑶 爷爷 这是给您的 这是给爷爷的 那个忠诚咋没跟你一块来呢 他 他上班呢 瑶瑶来了 瑶瑶啊 瑶瑶 瑶瑶来了 二婶 二叔 瑶瑶进屋子 来 瑶瑶 他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是得 开屋子去 开屋子去 好 开屋子 瑶瑶 我们先进去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 像我孙子媳妇 像 像 您相忠了 我相忠了 您相忠了 您孙子没相忠呢 没相忠忠成 多好的姑娘 你好好说说忠诚你的 臭小子 这么好的姑娘相忠 她可想找啥样的 那可不 给她打电话 先骂她一顿 然后叫她回来 我要见她 行 好 爷爷 屋子都收拾好了 你要没什么事 俺就先回去了 瞅瞅 瞅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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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个不着调的 轮番气我是不是 想把你爷爷气死啊 爷爷 是这么回事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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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离我远点 你听我说听我 我我生气了 你听我 你听我解释您的生气好不好 你听我听说说 我我我像我二叔 他给我打电话那会儿 我真的有事 我想我爷爷给我打电话 多大的事啊 这肯定是大事 我想放下工作我就想来了 我爸不同意 他说你你工作重要 爷爷也重要 是吧 你得先干完工作再来 我就干完工作才过来了 你少忽悠你爷爷 你二叔跟我学了 你死活就看不上人家的个姑娘 这怎么会摘着呢 你说姚姚啊 当然了是姚姚啊 爷爷 您不是 我我跟他 没有电 有电得找电工 什么有电 不是 就是我们俩对不上眼 王八找绿豆没对眼 哎呦 什么王八找绿豆 就是 我我对他没感觉 哎呀 那个感觉都是培养的嘛 你 你跟爷爷热情点 那不就有感觉了吗 一点都不热情 你说 爷爷您这个这个您 您比我懂呀 是吧 我当然比你懂了 那点热情 你对女孩 你就不能那么的上感子 你你对他越好 他越得跟你端着拿劲 你要是 对他冷酷的 他 倒过来追咱们 是吧 你总不希望 你宝贝孙子 天天让人家呼来换去的 得让他听咱的 不能咱听他的呀是吧 那不一定 我害人家孩子挺有学问的 让有学问的管管你有什么不好的 三管两管就把你管出学问来 哎呦 你天 爷爷 你抓紧搞对象 给我领过孙子媳妇来 听着没啊 我不得意你 我得意我孙子媳妇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努力努力 真努力啊 真努力 越快越好啊 嗯嗯 嗯不许忽悠你爷爷啊 不忽悠 好了上后边去 好好给我安 哎 哎呀 男孩子吧 就得主动进攻 当然也不能太过杠了 你 那当年我跟你奶奶 那你 那就是爷爷主动 男的好对象不捏啊 就得主动点 是 这个看不上 那个看不上 多大的能呢 你能看上谁 听着没有啊 知道了 再使劲 嗯嗯 这样行吗 二叔 这次说是阿爷不干了 你把工钱给阿 明天说是阿爷不来了 这到底怎么了小蓝 你跟二叔说一说来 昨天阿要走 他就休安 今天又找了阿姨添的麻烦 我跟你说啊 他是个老人家 你知道吗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要是不愿意听呢 你就这个耳朵进 这个耳朵出就完了 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嘛 我跟他对谁都挺好 就是对俺不好 哎 这样行了 上次二叔说 给你加五十块钱的委屈补助 是吧 这次啊 二叔再给你加二十 怎么样 那你先把钱给俺吧 那你答应留下来 行 那二叔先给你二十 好 剩下的月底一块算 二叔 你是个好人 要不是为了你 咱不在这儿干呢 晓岚 留下就好 二叔还指望着你照顾我爸呢 吓我一跳啊你 你俩干啥呢 晓岚回去吧 好 晓岚 不哭了啊 没事儿 你咋见他了 他咋哭了呢 在我爸那儿受点委屈啊 爸 在你爸那儿受委屈 跑你这儿诉苦来了呗 小孩儿 哄哄一会儿就好了 用钱哄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说啥意思啊 不是 你这好像我怎么着人家似的 你 不 你这眼神什么意思啊 你别这么看了 不是 你这什么眼神啊这怪怪的 一把年纪了 我这一把年纪怎么了我 爷爷吃早饭了 我这一把年纪怎么了我 小兰啊 爷爷跟你说哈 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老头老太太呀 大夫号召一天吃俩鸡蛋 一助消化 二有利于补钙 你像你那小孩儿一天吃一个鸡蛋就行了 吃俩就多了 不容易消化 听见没有 瞅瞅瞅瞅 你想凯瞅 净毛病啊 一脸小孩儿吃饭尿不巧呢 你这好 把你第一次听着 能不扰民吗 你点葱花都不搁 没红没绿 全是白骨心 怎么吃 你瞅瞅呗 说他一句句撂脸子 这还了得呢 谁说不是呢 这以后都得上房去接瓦去 爸 你要真觉得他不合适啊 就把他辞了算了 相当不满意了 不就家里这点活吗 我跟蓝梅都能干了 谁说不是 我的意思吧 是找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 嗯 落到一块去 说到一块 他和谐 这可好 硬给你找个小姑娘 代勾拔杖身 就是 你说以后啊 还指不定捅出啥大娄子呢 我看不如趁早把他辞了 我看行 咱有合适的 咱再找一个好的 爸 您要觉得真不满意 您就跟他说让他走人不就完了吗 我说干啥 你说和不一样吗 代表免疫 那 那我给你传个话 行 哎 怎么吃 简直就是难以下宴 哎呀 自打萧丽 看到二平和小兰 嘀嘀咕咕 便心生忧虑 看来防患之心不可无啊 老孟虽然不知道 萧丽为什么突然想辞掉小兰 但这事毕竟符合她的心思 便顺水推舟 反正儿女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酒没了 看她们还怎么醉 喂 兰兰 二婶 抓碗呢啊 嗯 兰兰 兰兰 二婶知道你受委屈了啊 你要不想干就回去吧 啊 兰兰兰 toca 他 你怎么做 你只可是兰兰 谢谢 我一аки 我 Musk 兰兰兰 兰兰兰 这沒有 presence 海拔 到 剩下和 пыт 的 为你 част 啊 他们 可别说我说的啊 你要说了那一分钱都要不着了 听着没 嗯 俺懂 继续干吧 整天挺干净 这孩子 进来 三婶 小蓝啊 三婶 三婶 俺要走了 你要走 怎么了 爷爷她 反正俺不想干了 三婶 爷爷让你把外块钱给俺劫了 这是爷爷说的 小蓝你等一会儿啊 你稍等我一会儿 等一下 爸 是你让小蓝走的吗 是啊 咋的 没怎么的 那我知道了 小蓝三婶给你拿啊 小蓝 你数数这是五百块钱割好了啊 三婶 二叔还说给俺加五十块钱是委屈费呢 委屈费 嗯 你等着啊 来 拿着 来 这正好是五十块钱 来 这正好是五十块钱 加那个是五百五 哎 割好了 再乘乘别让小偷给偷了去啊 割好了啊 再乘乘别让小偷给偷了去啊 三婶 好让俺走的 是我 是我把你挤兑走的 但是我得叫你明白为啥叫你走啊 姑娘啊 她是这么个事 我表面上啊 是冲你 其实呢 爷爷不是冲你 这 哎呀 这么跟你说吧 他们呢 反对爷爷 那啥 爷爷你跟他们也就 那啥 你夹在中间呢 就长得挺 那啥 你看就这么个事 爷爷啊 给你这一百块钱 就算补偿 这是真钱 可不是假的 听得嘎嘎的啊 哎 理解外岁啊 理解外岁 好了 行了 就这么地啊 爷爷走了 嘿嘿嘿嘿 这二叔说的可真对啊 这爷爷脑子 确实有问题 哎 蓝妹啊 啊 怎么你做饭呀 小兰呢 小兰走了 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就是走了 这怎么会 哎 爸 啊 小兰呢 解雇了被炒鱿鱼了 炒了 啊 你怎么还炒了呢 喂小丽去啊 你媳妇炒的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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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谁让你把小兰给打发走了 你给我喊啥呀 谁说是我打发走的 我爸说的 啊 哎呀 咱爸让我给小兰传个话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咋回事啊 再说了 他去找的蓝莓 是蓝莓给他钱让他走的 蓝莓 蓝莓啊 啊 你给小兰公钱了 啊 怎么了 这不能给他呀 你这 这没到日子呢 嗯 是爸让给的 哎 你说你怎么不和大家商量商量 你自作主张呢 没有 我跟爸说了 那他当然巴不得给了 这 二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你们不知道这些小兰什么意思啊 这不开票的糊涂 哎呀 你就是个生瓜你 他走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呢 哎呀 我打电话告诉你 你也没花钱雇我给你看着呀 那 再说了 我就是一个小保姆吗 至于你这样像火了猴屁股似的着急吗 你再瞎说你 再瞎说我揍你 哎呀 这小兰一走 我把你魂都够走了 你来劲了什么你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半生不熟的东西 那你去找熟的去 你瞅你这酥了吧气那样 远离你都 我俗 小兰不俗 人家走了 你去找他去 去找去 我明白了 一定是你把小兰给轰走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太怪弄了 你欠你走 你走我试试 你来劲了是吧 来来来 来 你过来 你等着 你你你 小兰 你怎么收拾你我 我真是不知道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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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臭娘 别装了 那是水 水啊 你等着 你 我控制我 你收拾你 我收拾你 你真是 大姐啊 我这正打电话告诉你呢 小兰走了 什么 怎么回事啊 你连个包补都看不住啊 不是 那你说咋办 那能怎么办呀我的大姐啊 那赶紧再找一个吧 五百 还加了五十块钱那什么 委屈费 委屈费 小兰说呀是二哥让给的 谁让给的让她找谁去呀 你小点声 后来二哥回来问爸谁让小兰走的 爸又说是二嫂让的 反正我看他们呀好像都挺不高兴的 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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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掏钱 他们不高兴 这 所以啊 我觉得这里边有事 谁啊 我 爸 进来坐吧 不了 这是五百块钱 给了美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